各位网友,大家好,OK仔 和大家看一下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方面,有什么消息呢? 英国的恐怖襲击威胁 上升到9.11以来最高 接下来是礼拜日起 很麻烦 我们稍后和大家看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 英国 另外,风传 泰国有个商场 有人开枪 还要有保安员中枪受伤 究竟是哪里? 这个地方也有很多香港人去的 稍后和大家看一下 另外,去日本也要注意 因为说到千叶外海 三日陆镇 有专家就说关东周边 可能会爆大祸 哇,你说 很厉害啊 怎么办呢? 好了,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怎么办呢? 你真是 很恐怖了 现在的世界新闻 周围都热乱了 好像在海地 现在西部省进入 七十二小时的紧急状态 搞什么? 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就发生了 帮派头目要求推翻总理亨利 首都太子港 近日爆发暴力事件 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两家最大监狱的骚乱 大批囚犯越狱了 政府宣布 包括太子港在内的西部省 进入七十二小时的紧急状态 希望能够平息事件 维持秩序 曾经担任过警官 成为帮派头目 这样也可以 呼吁犯罪分子联合起来 推翻亨利 只是说到太子港这个地方 每天枪声频繁 令大家都成王成孔 挺大事 很乱 现在当地政府宣布七十二小时的紧急状态 由宵禁即时生效 也有很多越狱的囚犯冲了出来 政府方面派人大手捕了 真是 怎么办 这些地方都开始临乱了 周围都临乱 没有的地方都是和平的 真是难搞的 另外也说一下 关于韵石穴 南韩方面 韵石穴政府硬砍韩国医生罢工事件 两边都硬 首都首议 3月3日 发生命令为全国医生总动员大会大规模反医改示威 政府采取行动 韩国卫生部日后就说 因为一批实习医生无事复工令 就立刻辞职 政府将会采取措施 将这七千名实习医生最少被停牌三个月 其实他都留一手 他都没去到这么狠 不是说永久不让你做医生 因为这件风波结束之后 其实也有说 但他也要做些事情 卫生部又说 当局将会依法对实习住院医生集体行动 采取措施原则不变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 在韩国的国会集会 对于政府的推动 包括广州医科生在内的政策 表示抗疫 现在都挺乱局的 说到会严重 怎么办呢? 韩国这次也算是一个很大规模的罢工 还要是医学方面 医疗界级别 看来不是说一时三刻就能够收货 看来也有时间搞 韩石月是否继续可以硬起来就能够搞呢? 要看看韩国这场示威 将会演变成为什么样子 大家去玩的时候 就要留意一下 好了 接着也说一下 关于泰国的风传商场 究竟是否真的发生有人枪击案呢? 在网上社交平台 就说这个Terminal21 就有人开枪 这个地方 就这么说可能都未必突然知道 他用一个很大架飞机在外面的商场 这个也是非常出名 在曼谷非常出名 有很多香港人去的 有人说 这个商场的保安 做了散弹枪受伤 枪手也曾经在商场内一间餐厅做厨师 因为在工作地方喝酒 被保安举报而炒 所以就带回散弹去商场报复 这件事也挺夸张的 其实Terminal21 在几年前也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枪击案 在2020年 当时提到 泰国阿拉克枪击案 无差别行空 血浅万伐截 这件事件当时 说到在2020年2月 2月8日 发生了一宗震惊泰国的枪击案 当时有一名注册陆军 当时是现役军人 32岁 他当时在下午2点 枪杀驻扎指挥官 外母和士兵之后 拿军用汗马去市中心 Terminal21 扣密商场 无差别射击 和军警对视一夜之后 最后强力攻击 被击毙 当时这件事件造成30人死亡 包括23名民众 6名军警 和58名伤者 你想想想 要做死他 扔低他 击毙他 要找到多少人陪葬 23名民众 6名军警 你想想想这件事 当时多夸张 这个地方曾经出现了枪击案 但是当时也很引起社会关注 觉得是否枪问题等等 甚至无端端有人拿枪来吓 其实泰国方面都在做很多事 我也知道 因为你想想 在吸引了这么多中外游戏去玩 他们也希望可以尽快减少这些问题 尤其早前有一宗 亦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 这些偶然一宗 都不是一件好事 尽量减少就最好了 这个我也觉得是 好了 希望那边真是平息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件 因为始终在网上有风传这件事 好了 接着看看下一宗 说红猫 说一些温馨的事 不要经常打打杀杀 话说 居住在韩国的大红猫福宝 现在将会在4月返回中国 在3月3日最后一日 当地主题公园和公众见面 根据韩国的媒体报导 近日大量粉丝 去动物园向大红猫福宝到别街 报导人也在凌晨3点圆外排队 为见大红猫一面 等六个小时 天寒地冻 影震夸张 是的 其实也代表韩国人都很喜欢这一只熊猫 是不是 其实福宝说到 他原先 他的妈妈在16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6年3月向韩国赠送了大红猫 爱宝和乐宝 在2020年7月生了一只熊猫 叫福宝 也是第一只熊猫出生的熊猫 更加受韩国人的喜爱 接下来会不会有机会再有熊猫在韩国呢? 也要看看 接下来会不会有国家 安排一下这些熊猫外交 也要看看这一宗 关于印度的媒体报道 印度拦截中国去巴基斯坦的商船 扣查货物 你印度搞什么? 是否搞事呢? 搞什么? 要扣查我们的商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先看看 根据多家印度的媒体报道 印度的官员3月2日表示 印度安全机构曾经1月拦截了一手 从中国去巴基斯坦的船隻 并且扣查一批军民两用的货物 说到可以被用于生产导弹 你这么说? 你随便找一粒IC都可以变成导弹 要你这么说? 不是吧? 根据印度的传媒 印度海关在1月23日拦截了一手懸挂 马尔他国旗 由中国开去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商船 更加怀疑困了一批这种 所谓的军民两用的货物 经过他们的查验 发现这些货物是一家意大利公司 生产计算机扫控的设备 哇!全都说了 接着又说 可能会制造于巴基斯坦导弹当中 真是屈屈自堆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说 事件很简单 这些其实是车床 我们又说是商业用途 你们又说是军事用途 全都乱了 外交部发言人当时就说 中国一贯严格履行国际防抗散义务 和相关国际的承诺 经过了解 科物是热处理劳磕体系统 真是复杂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被人说是属于军用的东西 什么都说是军用 这些都说了 另外也要看看 是否预言又重 日本将会有大事发生 大家真的要听清楚 如果未来想去日本关东的朋友 你真的要注意 因为千业园的外海在过去的三天 连续发起震级以上有感的地震 虽然三级以上好像不是很厉害 但是专家认为这一切是慢地震 因为千业园在星期六凌晨 连接两次有感地震 当时NHK的主播就这么说 千业园东方海域由2月27日开始不停震 千业园的民众近期都说很多地震 也挺害怕的 随时又准备了 这就令他们担心 专家说要小心 因为这个慢地震的可能性很高 究竟什么叫慢地震呢? 原来地壳用了一种慢的滑动方式 去释放能量 原来在千业园的外海 就是一些大陆板块、海洋板块交错的地方 过去那几天的地震 大陆板块也发现正正向东南方移动 只是今年2月1个月 已经出现了2厘米的飘移移位 京都大学教授都说到 通常慢地震会持续 一个星期或者10天之旅 而地震周期会长一些 所以就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 随时整锅结的大大锅的 告诉大家 因为能登半岛的都还没完 现在就把这些慢地震出来 就会令到大家都非常担忧 更加有些旅馆 因为这种慢地震 导致他们的店铺受损 有些商家就说 先停一停 也免得接客 顺便收服一下 随时他真的震起来的时候 都没那么伤亡惨重 这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怎么也好 出外玩真的要留神 好了 说到泰国 刚才说泰国的风传枪击案 另外这件事是关于英禄 说到泰国传媒在日前报导 最高法院裁定 英禄流亡海外的前总理 涉嫌 独职罪名不成立 英禄曾经被控 在三年一项 宣传促销基建的公关活动当中 在这个投票过程 就缩忽职手 疏忽职手 英禄是他信的妹妹 她一直都流亡海外 他信也没有东西 假释 我相信 英禄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现在也不成立 那他是不是可以回到泰国呢 这个接下来也可以看一下 另外也继续有关于泰国的事件 有一名中国旅客在泰国玩的第一天 竟然在北南府被车撞死 警方调查之后 发现有人 开车超速驾驶 已经锁定一名来自柬埔寨的男司机 安排在边境 一起搜索 警方把死者的遗体送到医院进行驗尸 更加和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合作 协助处理死者的相关事宜 话说在星期五 当时晚上10点左右 一名67岁的中国籍男子 被一部黑色轻型车撞下 被警方发现时昏迷在路上 伤势很严重 经过心肺复甦抢救 仍然无力回天 警方事后发现了涉事车辆 采集的指民调查 发现了一个 原来是35岁柬埔寨的男子 发现了他的车牌偎造 内媒指出 事发当地一间酒店门口 原来在斑马线 但斑马线对当地司机 没有警示的作用 事实上斑马线 发现超速行驶的 加东事故 占颇比例很大 泰国内媒指出 泰国60%以上的行人事故 都发生了标记的十字路口 所以大家过马路 真的要留神 不要以为 哦 巴马线走 其实香港也是 那些司机也是 他都很凶狠的 巴马线 正常的 你进支支線 你收油 他不是的 不加速 不减速 保持高速 是这样的 你想想想 人家怎样落脚 大哥 你车正在飞来 我是肉身 你是铁 你是铁 是吧 你一收不下 就撞起我 那司机又说 你也不踏下去 我就收了 你一踏下去 我就收了 哇 所以这些也是 真的谁够狠狠的 有些盼死无大害 走路不大眼 那些就踏出去 人家真的收不下 发鸡蚂 他没想过你踏出去 那时候又是出事 哎 这些交通 真的要小心 过马路 很容易 尤其是在外国 你有时候 究竟向左望 还是向右望 因为我们习惯 就是向右望 但是有时候 有些车是向左来的 那些车是向左边来的 那就是 左上右下 右上左下 都不同 所以其实两边都要看清楚 你不懂的话 就要看清楚 好了 另外也看看 英国官员 私底下爆 就说英国将会成为 恐习的高危目标 英国传媒指出 有高级安全官员 私底下和国会议员透露 英国恐怖袭击的威胁 因为尾巴战争而急升 升至到美国911的 集击事件之后最高 而且说到3月10日起 在伊斯兰的齋戒月 极端分子的活动 恐怕会进一步增加 根据每日邮报指出 有安全部门高层 因为近期接听到恐怖分子的对话 他说 已经去到911的以来最高 无论说是多人协调 还是孤狼式的襲击 都有机会发生的 有国会议员被告知 尾巴在中东战争成为 全球恐怖组织的招募宣传 安全部门担心 英国即将在未来的齋戒月当中 极端恐怖分子会陆续增加 其中一名议员就说 极端分子已经通过程度超出尺度 他们看到他们不断增加了 这样啊?是不是真的? 那会怎样呢? 那真的会不会立刻 有些大获事发生呢? 看也不要这样看 这些人命的事情 也有这么多香港人在英国 那你们真的要留神一下 香港亂极也有个谱 没有这些恐怖分子的襲击 那都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也看看下一宗新闻 这宗新闻就说到 73%的选民嫌拜登太老了 哎呀,你想想想 73%的选民 你只剩下2.7%的人嫌他不老 能够升任总统 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 不是主观的 你年纪大 应该不要用年龄的歧视 我们也要想想工作量 美国有多少事物要处理呢? 正所谓在世界上某个角落 如果不出事都跟拜登有关 你想想他怎么办呢? 根据美国的纽约时报 和一家学院进行一份新的民调显示 如果今天投票 争取连任的现任总统拜登 将会以43%给48% 不敌前总统特朗普 而说到超过73%的受访者认为 拜登你老了 不要做总统了 认为特朗普老的人 只有42% 其实我觉得跟几个表面上 你不要用年龄的数字去分辨论 说话 他说话 活跃的程度 特朗普说话 手舞足动在跳舞 很多人都觉得 OK的声音就像叔叔那样 看见真人 是年轻人 完全不同 但是 拜登 很不同 他真的走路一路一路 说话 又有点疼疼的 比人的感觉上 他的表现 和他的年龄 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人们就觉得 不要了 不要搞了 拜登 看来 现在预计都没有了 没有的 都81岁 拜登 是吧 特朗普 比他年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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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依然很活跃 很精灵 即管看看 未来的总统大选 会不会有什么大变卦 现在还是一个很初步 虽然今年 今年是 但是 会不会还有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数 其实每分每秒都有 但是如果你就这样看普遍的形势 其实就没什么 原念 特朗普就没什么原念 另外 也都看一下 下一宗新闻 这一宗新闻就说到 哇 有位 68岁 美国的患癌女子 在17年3月 纽约曼克顿 在走斑马线过马路的时候 就被纽约大都会运输处营运的公车 撞到拖行 导致左边脚痪瘫 盘骨严重受伤 现在陪审团就裁定 这个大都会运输处的公车 这个营运商就需要赔大概 7250万美金 所以 过马路真的要小心 不要想着下日可以赔 赔给你也没用 你都一世了 有人就说 我现在穷了 我望有钱 你撞坏我 撞坏我 撞坏我 撞跌我 屈你一大餐 但真的有时候 如你所愿 撞到你残废的时候 给你这么大的钱 你也没用 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 大家真的要留神 过马路 说到 为什么可以赔得这么多呢 原来这辆巴士司机 你承认没有礼让行人 根据别人的法律就是 你过马路 就行人优先 很多时候也是 出去 你开车也好 什么都好 要留意别人 就算是绿灯 别人的行人过路 都会绿灯 在外面 不在香港 别人也有行人优先 你别以为自己转弯 你走光 你不觉到别人 这一件事 大家也需要留意一下 否则就糟糕了 最后也说一位 日本女子 因为赶不上地铁 出战招 拿把傘插住门 迫开门 有没有见过 香港有很多 那他又怎样呢 想不到车长 一个神级操作 令到他贴服 好了 想着拿把傘顶着 能不能让他重新开门呢 好了 当这个女子 以为奸计得逞的时候 想不到车长 忌高一臭 把车门极速打开 极速闪门 哎哟 哎哟 真可憐 其实这一种 真的不要这样 是吧 挡着没有车 没有好处 真是很笨 好了 那今集时间就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